哈喽大家,今天来分享我今年用到的非常好用的防晒霜 不管你是想预防衰老,治疗四处沉着,还是预防皮肤癌 防晒霜都是日常程序中最最重要的一步 今天推荐的呢,不仅一定要肤感好,并且防晒能力要够 尤其是防UVA的能力要强,A才是aging,让我们皮肤衰老的自外线 今天说的全部也都是海洋友善的,RiffSafe 不含二本酮三,还有桂皮酸盐 最后再加入一个今年我给我孩子用的儿童防晒霜 第一大类是含有化学防晒剂的,先说一个物化结合的 今年的滋生糖小白瓶又改版了 滋生糖不愧是防晒巨头,每年都会出一个黑科技,让他们防护力更强 我也是刚刚知道,小白瓶不仅有美版的,日版的,还有欧版的 那我测评的是美版的小白瓶 新版的肤感非常好,和旧版最大差别,除了润色,它的保湿能力有加强 之前老版的,我总觉得上脸到下午有一种拔干的感觉 但是新版滋润度啊,保湿力,我觉得干皮都会很爱,可以省去你的保湿霜 质地呢,不再是白色的了,它是肤色的防晒 轻微的修饰毛孔,有一种美颜美肤的感觉 哇,我真的太喜欢这个妆感了,上完之后从里到外的发光 但你也不用担心,它是绝对不油腻的 只是有光泽,觉得保湿度,滋润度很好而已 还是同样的上妆友好,可以延长底妆的持久度 防晒剂呢,也是比以前的百分比要高了 像Zinc还有Homo Salid都有15%的浓度 当然也添加了一些舒缓的成分 像甘草,勺药根,一些植物的提取 新版质地我是很喜欢的 但同样和老板一样,资生糖他们家族所有的防晒都是含有酒精的 皮肤非常敏感,或者医美术后的话,不要用 经常化妆的,喜欢雾面的质地 也想妆前乳和防晒霜二合一的 直接买它,新出的Peter Thomas Rose Max Clear 隐形妆前防晒霜 质地非常像Benefit反孔精英 可以给你填补毛孔 让你底妆持久一整天的 并且它是防水的哦 特别适合容易出油出汗的人 像我,我本身是不太喜欢特别规感的嘛 我就可以拿它用在T区鼻头这一块 相当于又叠加了一个防晒 因为像我鼻头啊,还有颧骨都蛮容易晒伤的 用它又隐形了毛孔了,还增加了防晒力 最让我惊喜的一点是它的成分 它今年改版这个成分是完全不添加酒精和香料的 完全没有一点点的刺激精油 并且使用了像乳木果油还有维生素E 去均匀抚平你的毛孔啊,还有皮肤的纹路 红墨药醇用来减少泛红,改善肤色不均 下面三个韩国防晒霜 它们全部都是不像防晒霜的防晒霜 无感,不留白,不油腻,不厚重 你可能会说,那是不是防晒力不够啊? 放心,我选出的这几个全部都是被第三方LAB测试 它的SPF和UVA的防护力达标的 几乎每个博主人手一个的Beauty of Jozan 这里简称BOJ 超火的大米益生菌防晒 它是我今天说的最最水壮 质地最最稀薄的 但是它又很保湿 我第一次知道是从一个干皮的YouTuber那里听说的 它说这是它的年度最爱 可以完全省去你的乳液 也是一步到位的 它经过第三方LAB测试呢 一个是在韩国,一个是在西班牙 分别是SPF52.5和SPF63 PA全部都是四个家 防晒剂里面添加了一个我非常喜欢的Tinosorb M 它是可以同时防护UVA和UVB的 并且UVA的防护力还蛮高的 在400纳米的波段 它的指数也是很高的 它为什么叫大米防晒呢 因为里面富含了30%的这个倒康米 它会让你皮肤感觉上了一个爽肤水加乳液一样的 皮肤像喝饱了水一样的快速就被吸进去 我自己用下来也觉得肤感非常好 它里面一些修复的成分啊 像我最爱的烟纤绿茶 这些都可以给你抗氧化 抵抗自由基阻挡外界的伤害 无香料 无酒精 无刺激 我自己用下来也没有任何暴斗的情况 不愧是人人都在夸的今年的后起之秀 你们还记得我前几年最爱的化学防晒霜是什么吗 没错 已经停产了的Creevy Beauty甜菜防晒 那我找到了和它几乎一模一样的成分 防晒剂还有植物提取都一模一样的 High G的Vegan Sun Cream SPF50 它主要也是有甜菜 还有葡萄糖用来保湿的 它的保湿力也是我今天说的里面 韩国防晒霜里面最好的 你会感觉到它的滋润度 有一点点的油分的感觉 比之前的Creevy Beauty要更加的适合干皮 因为我记得之前那个 我给我干皮朋友推荐 它到下午再加一个喷雾啊 或者再加一个保湿乳 因为会非常干 那这个绝对不会有这种情况 SPF指数呢被第三方lab测试是53.1 然后PA是有20 一般来说通勤啊 只要不是这种流汗的户外运动都应该够了 如果你是一个Vegan的爱好者 不希望你的产品里面有动物提取的成分的话 可以试试它 下面是今天所有防晒霜里面价格最低的 但是被lab测试出 SPF和PA的指数最高的 Cynic Enjoy SuperMild防晒乳 它被测试出 SPF有57.6 PFA有23.5 防晒力是相当可以了 也有Tinosaur M 全部都是新型化学防晒剂 和刚才的BOG很像 但是它的肤感会比BOG的稍微更保湿一些 但也是快速吸收 全肤质我觉得都OK 敏感肌友好 不含香料色素添加剂 酒精刺激精油 也是有我非常喜欢的几个成分 像烟纤胺 Glycerin 还有玻尿酸 哦还有一个Panthenol B5 泛唇我超级爱 它可以延长你皮肤的保湿力 好像给你持续的补水 让你表皮那层水分不容易挥发 那这三款韩国防晒呢 真的都还蛮像的 B眼选绝对不会出错 那最水的最好推的是BOG 然后是Cynic 最适合干皮的我觉得是Haiji 物理防晒 今年选出的这两款也是我特别特别喜欢 我感觉又找到了真爱的 第一个今年的美系物理防晒之光 我认为是风神之作的 Tetra Silk Sunscreen 如果我有一个护肤品牌的话 我特别希望我可以出这种质地的物理防晒 它的油分和水分平衡的非常好 绝对不会因为是物理防晒霜 让你皮肤不透气 真的就像Silk 像丝绸一样 第二层肌肤的感觉 在你皮肤表面添加了一层保护膜 添加10%的非纳米氧化芯 那因为它里面添加氧化铁 还有一些其他的抗氧化物 所以它的防晒值可以标到这么高 要知道防晒霜的SPF指数 并不是只由它的防晒剂来决定的 跟它的配方 整个成分的添加有很大的关系 日常出行我都会用到防晒霜 因为它不是防水的嘛 我肯定不会游泳或者爬山 容易出汗的时候用 太美了 It's beautiful 肤感 实用感 太美了 油皮福音又来了 发现一个超级适合油斗肌 大油甜 Hero的 Force Shield 它是有点带绿色的 Tint 用绿色来中和你皮肤的肤色不均和泛红 但我自己是没有感觉 有像遮瑕膏或者Corrector 那种强大的给你中和 均匀肤色的能力了 就是一个不泛白的无色物理防晒霜 它比我之前非常爱的像Skin Medica 还有Blue Shield那款紫色的面部的防晒 都要轻薄 它的感觉就不像物理防晒霜 我不夸张 你感觉像一个 刚才我说的这种韩国防晒霜那种质地的 非常的好推盖 非常的水 它添加了一些植物萃取 用这些来抵抗日常的光老化 也没有酒精香精还有四溢精油的 我真的很开心今年发现了它 物理防晒里面 今年的黑马 说两个身体的防晒吧 你需要防水的去海边或者爬山 需要它超长待机的 一个专柜的一个开架的 专柜的是这个Dermalogica的Protection50 它还蛮小众的 我是没有听其他的博主推荐过 但我当时在准备今年的防晒的时候 我就是很认真的看 所有我这些身体防晒的成分嘛 我发现它有一个让我非常惊喜的成分列表 非常的短 非常简单 只给你皮肤滋润保湿的成分的 是传统的美系的化学防晒剂 但是很神奇的是我用在眼周 也没有感觉辣眼睛刺痛 因为有一次我手边正好没有防晒了 我就直接拿它上脸嘛 觉得肤感也很OK 也没有很泛白 涂上很快就吸收了 并且到下午我的脸都是很雾面的 这个是让我当时没有想到的 我以为这种身体防晒到下午都会出油嘛 但是并没有 不太清楚它用的什么成分来控油 但是你之后皮肤真的是很干爽的感觉 没有四溢精油 没有酒精 没有香精 并且加入了像红花油 角砂丸等等滋润皮肤的成分 150毫升性价比也是蛮高的 我会在游泳啊 或者爬山的时候使用 一个平价大碗的 是我跟我爸去小区游泳的时候使用的防晒 Berry Public Clear Screen Clean and Invisible 完全的隐形的防晒 但其实它也没有那么隐形了 只是说肤感还很不错的 我已经几乎都用完了吧 其实主要是我爸用了 他比较喜欢香香的 他每次让我给他推荐乳液的时候都说 给我来点香香的 它也不是敏感肌 所以倒是也无所谓了 它的味道是有点 椰子油的感觉 就很海边很度假风的 里面也添加了胡萝卜素 葡萄籽油 还有VE用来保湿 我一般喜欢用稍微保湿一点的去游泳 尤其游泳池的水添加了很多漂白剂 你会感觉皮肤后面很干燥 现在还出了一款SPF50的 我会建议你买高指数的 高倍数的 最后推荐一个我今年给我孩子用的 儿童防晒霜 baby和kids都可以用的 blue laser baby sunscreen 粉色标的 我们家娃是湿疹娃 所以我挑防晒时候要特别注意 你最好是选hypoallergenic 经过皮肤科医生测试 没有刺激性成分的防晒霜 也就是说它里面成分不太会引起皮肤的过敏的 比如说它没有添加很多的植物萃取啊 也没有像各种精油啊 当然香料是更不能有的 如果你们感兴趣呢 我之后可以专门出一集儿童防晒 给大家介绍一下市面上比较安全的产品 SPF30这款呢有10%的氧化芯 5%的暗氧化态 在儿童防晒霜或者婴儿可以用的防晒霜里面 我会建议你选比较泛白的 因为如果它涂上完全的隐形了的话 你就要注意了 它可能不是物理防晒 说明它并不安全 而且儿童也不用后面上妆啊 他们其实也没有那么在意肤感 主要是不要刺激你孩子皮肤 如果有湿疹的话 不要让湿疹更加严重 这款肤感算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了 它的泛白没有非常严重 泄除也很容易 一般晚上就用你的那种婴儿湿巾 或者用婴儿的毛巾 蘸水稍微擦一下就掉了 防晒效果也很够 我老公有时候也用它涂身体啊 涂手臂啊 都没有晒黑晒伤的情况 好那以上就是我今年非常爱的 精选出来的防晒霜 不要忘记防晒除了用防晒霜 还要注意遮挡 坚持ABC原则 Avoid block cream 先避免再遮挡 最后再用防晒乳 你们看我平常instagram的照片啊 出油的照片啊 我都是帽子不离身 墨镜不离身的 马上也会和你们分享 我今年最爱的一些硬防晒的产品 喜欢这些视频不要忘记点赞哦 订阅关注我频道 谢谢你们收看 我们下期见吧 By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